好的確大家心中的問號沒有解決嘛 當然會不滿而且呢焦慮 不過今年會考還有這個免試入學 造成這樣子這麼多考生跟家長心嘎嘎很恐慌 教育部國教署長吳青山 昨天也向是回大眾來道歉了 如上集有指示去留 他說他願意一切概括來承受 他說呢明年免試入學志願的旭 將採學校分組方式 三到五個學校是歸在同一組志願系 而超人比序幕呢也會呢來降低